荤素印度菜飘香下饭 这家新开印度餐厅一进门充满了神秘香料香 主厨马悠悠在美食界鼎鼎有名 尤其擅长各式坦都烤炉料理 烤炉的温度是差不多250到400度 看我们要烤什么温做什么 如果我们就烤平的话 差不多200到300度温度就够了 可是如果要烤200还是很多炉的话 一定要300多3这样子比较热 烤炉比较热的话肉会比较软 第一个是这样子 还有我们用因为我们用木炭 所以我们烤的那个肉就有那个一个炭烤的味道 所以那个非常好吃 店内的料理融合印度14个地方菜 其中南印香料烤柠檬虎虾 明虾经过一碗香料和柠檬汁腌制 入坦都炉中烧烤 为了避免外表太焦 中途拿出包裹细薄 以保留美观和肉汁 清香香料味提出了虾肉的甜美 吃起来酸香可口 而炭烤羊排则与凤梨 郁金香粉辣椒粉等电子一天 软化肉质并入味 高温烘烤蜂肉汁 羊肉充满了香料炭香 多汁不柴没有腥味 以番红花炖煮的羊细羊肉咖喱 炖煮到完全软烂充满胶质 搭配香料烤饼一起食用 辣香味浓开胃又饱足 除了荤食蔬食也很有特色 来自新印度的国亚豆制点 以鸡豆、马铃薯、青豆等制成饼 淋上优格酱、螺旺子酱和香菜酱等 酸香的滋味清爽不腻 外表看起来像炸丸子的蒸米饼 炸过后一样淋上各色的酱汁 撒上玉米粒等蔬菜 色彩缤纷 外皮酥酥香香 米香搭上酸香酱料 滋味可口 这里的菜色多样 周末还有地方主题餐点 建议可以多询问 才能挑选到符合自己口味的菜色 动新闻台北报道